巴西司法界传出了劲爆丑闻 一名著名法官被指在调查前总统卢拉涉及的贪腐案期间 多次与检察官合作 不但提供建议和批评甚至下达指令 美国一家新闻调查网站9号就报道 巴西司法部部长莫罗任职法官的时候 与多名检察官私下通讯交流 根据曝光的部分通讯内容显示 他们疑似采取非法手段将卢拉定罪 以阻止他再次参选总统 这起法官涉嫌勾结检察官的事件传出之后 震惊各界 美国新闻调查网站Intercept 9号 援引匿名人士的消息报道 巴西司法部部长莫罗担任法官期间 曾多次与检察官合作 包括在前总统卢拉被控贪腐的案件当中 私下和负责该案的检察官交流 提供战略性建议和下达指示 根据外泄的音频 视频 通讯内容显示 双方曾商议如何阻止媒体 在去年竞选期间采访卢拉 同时也安排让最高法院法官发出准令 允许圣保罗报馆在监狱中采访卢拉 企图营造正面形象 协助工人党在大选中胜出 卷入丑闻当中的检察官达亚诺 立即为自己辩护 说检察官和律师 法官交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何来勾结之说 他也坚持 案件会继续查下去 必要时也会向大众澄清 今年2月 巴西前总统卢拉 所面对的贪腐洗钱罪名成立 被判入狱12年 他的代表律师为他上诉到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促请巴西政府马上释放卢拉 应该转向起诉 妨碍司法公正的官员和警察 NDP7综合报道 H 谢谢大家